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同志朋友大家好 台北股市今天又涨了二十几点 昨天提及今天又涨 最近台北股市大概没什么行情 但是我们来看看加权指数 所以我要跟你讲 今天标题还是那一句话 这几天你再不赶快涨上来 如果台股再不赶快涨上来 如果台股再不赶快涨上来 这加权指数的盘中线 如果再不涨上来 台股再不涨上来 再不赶快过半年线 这礼拜是最后的关头 这礼拜是最后的关头 如果台北股市再不赶快突破这个半年线 那下礼拜就会跌破年线 到时候会有很多股票 到时候会有很多股票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台北股市的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你看看 这里红色这一条 这是加权指数 这两个是月线跟季线已经交叉 正式的死亡交叉了 正式 因为两个都下弯 两个都下弯 月季线死亡交叉 两个都下弯 两个都下弯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下弯 都下弯了 一个黄色也下弯 白色也下弯 月线跟这个是月线季线半年线 现在的半年线也下弯了 现在只剩下年线而已 今天稍微谈上来 不足为期 不足为期 昨天跌今天稍微谈上来 因为美股还在涨 可是美股股市是重挫什么 是还在跌什么 费城半导体 费城半导体再跌 道琼再涨 现在这两个 费城半导体在底下 道琼在上面 那到底是道琼继续涨 把费半拉上去呢 还是费半一直跌 最后道琼也下来 很快啦 因为这个礼拜 联储会要调升利率 这礼拜答案就会有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这一档比较叫什么 叫红海 这一档比较叫红海 红海有涨吗 有涨吗 今天还跌嘛 红海继续跌啊 今天有涨吗 红海没涨啊 今天所有的缺口都补完了 不用讲了 这个不是飞行反转吗 你不是认为那飞行反转 没有啊 没有啊 大力光 你要注意哦 今天现在的顺女光 也是有点缩小跌幅啊 今天早上的顺女光学啊 还重挫多少 还重挫最高的几个7% 现在大概跌3%到4% 3630的这个新区 这个要大力光 大力光3008 大力光 有没有 顺女光学今天是破低哦 所以这个要破低的 还有100多块哦 还有100多块可以跌哦 顺女光学破低的嘛 他这也到这边也没跌三成啊 还没跌到三成啊 三成左右啊 顺女光学跌的三成多了 三成四成了 140几块掉到100块了 秋泰科技更是重挫 秋泰科技更是重挫 这3630这个 现在这个已经破了 现在还没破 明天就破了 明天这个就破了 你要注意哦 明天送离跟跌停哦 飞城半导体的跌 我再讲一遍哦 飞城半导体的跌 三个族群受影响 一个叫低润 所以美光继续跌 另外一个叫MOSFI MOSFI跟Intel有关系 你看今天3317 这个要涨早就涨啊 今天也是跌啊 还没跌到 叫尼克森 这是我们准备下个阶段 放空的标的 叫尼克森 融制的水位也很高 还有大宗 643 大宗 拉尾盘 不过他也跌他算了 我再讲一遍哦 飞城半导体跟台北股 是三个族群有关系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低润 因为里面有美光继续跌 第二个叫MOSFI 第三个呢 叫什么 叫细晶圆 你看今天 有没有 有看到今天 合金啊 没跌到啊 5478的中美金 有看到 跌反弹 跌反弹 那你看那个 今天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日本的胜高 现在跌了4%多 这样跌了4%多 这个啊 这是我们 我们上次空这一段 这边回补掉啊 拉高这边再空 今天再继续空 今天教会员 继继继继续空空空空空空这个6182的合金继续空 继继续空就对了 台上来 他不是有台上给你空吗 空了开盘没多久这里 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收盘啊 最后一笔你没看到他收最低啊 最后一笔收最低啊 最后一笔收最低啊 最后一笔收最低 真的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叫比特币 我认为比特币是你长期可以投资的 一个比特币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散装 今天2603开始有一点涨上来的样子 小涨而已啦 因为BDI散装指数还在涨 那这个 你说这个 这个我说过啊 我们是在这附近叫你买的啊 他现在还是在这附近啊 但他今年可以赚快三块钱 再一个月答案年报就出来了 就知道他这个月 今年可以赚多少钱 前三季啊 前三季的长龙啊 我会觉得很奇怪 你会觉得 老师你怎么股票 你怎么想叫我们买长龙 你可以试试看吧 你可以试试看吧 长龙一定是有道理的 长龙啊 打开长龙成三季 第一 今年第三季赚一块 一块零六 八 一块八毛 对不对 对 所以前三季加起来快两块 第四季怎么凑都可以 五毛钱到一块钱 因为今年BDI散装指数 已经飙上来了 BDI指数最近是天天飙 我们还没有动到它 它融券全部回补了 它的融券全部回补了 当初为了 为了资金增加15块3 跌下来被锁单 我认为明天搞不好 它就要送你一根掌停 这长龙掌停板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 因为今天开始有大单在接了 今天连最后一笔都大单在接 都大单在接 你的机会是在当下 你不用感到怀疑 这观念看你要不要赚而已 你是很有机会的 2612的 像这个 17的 你看这个 这东西又要上性高了 我是最看好台行 我一直喜欢买什么 2615的 昨天稍微拉下来 今天上来了 比特币的概念股 其他的股票我们全数做空 这一两天 这在等TESDA怎么谈谈结束 我们要控什么 每起码 拉高再控一次 这是我们下个标的 好 时间关系 没有那么多时间 来跟大家讲一下 来 这礼拜 这礼拜天的下午 礼拜天的下午 我们有一场演讲 美国生以后如何影响台股 明天就知道了 明年我看好跟看坏的产业 教你如何放空操作 也能够稳健过力 教你放空操作 也能够稳健过力 另外呢 一堂一堂你来上课 一堂让你搞懂啊 所谓叫放空的获利方程式 礼拜天下午的两点 台北厂 我只有一场而已 礼拜天下午的两点 只有一场而已 只有一场而已 那当然 如果你可以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台股新攻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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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怪一也是528 小老鼠怪一也是528 第三波空军 会在这个礼拜 完全布局完整 请你把我这几天 赶快跟上来 放空的好机会 谢谢大家 明天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